真的是臉皮厚 你犯罪了 来我再吃死牛 哎妈 你看 中午起来找啥没看小鸟小的看着 他给你干啥你发开了 你发开 我吃不说没看了 喝了啥子酒啊 这水瓶还甜呢 甜啊 喝了让人 有在家了嘛 兄弟 你不是在厌宅开门了吗 大百天的老婆最强的转了 管你不要管 我不管你 不管你们都说大概上去了 几大十岁的人了 成了样子嘛一天 我哪里又等着你了 一天懦怒说说的 大哥 你怎么忍重一起给老妈说话呀 那你给我闭嘴 我还没说你了 你想说我哪样 你自己看一下外面你搞得呼吸把刀呢 我说和你哪样吗 我叫你借钱跟我你都不借 我哪有钱真嘛 那不是只有给他摆带的 你以为我们的钱是大风刮来的呀 想借就借 再说了我们这段时间也没得钱啊 小鸟 你说话要注意哈 小鸟现在是话有认的啊 难道我说错了吗 小鸟一天就是扣扣手的 我扣扣手的 你还想让我怎么样 一天在这里吃我的 做我的 我都没讲哪样 你还拿我的父母送的 我说你个什么嘛 那就是你的啊 这房子还不是有我的一份 你说哪样啊 这个房子有你的一份 你别忘了 这房子是我和小鸟一身心结了 那你说 你们是不是讲到老妈的地鸟上了 哎呀将军 你少说两句行吧 我最来都给休息开 难道我说错了吗 这是你老人家的东西 难道就是太过人了吗 我还不是有份 大哥 你真的是一个无奈 你这叫耍混 你知道吧 我说的是实话 我有你走遍天下 我怕那个说我啊 哼 你还有你走遍天下 还好一直给我们小小鸟 要三十万的餐饮的啊 你以为人家有个农争的 其实大风过来的啊 真的是你来的好 你再说一遍 那我姑娘餐饮钱 我没自己要吗 你有自己要说我 你行吗 今天我给你两次 你都搞了 我想这样子 我回来屁股那边坐着 他就给我一顿 我去你教训你婆娘 你有那么自己管我的婆娘 你有本事 你管我的自己的婆娘 管我我婆娘 我婆娘在去了 他带着你了 他倒是没带着我 所以我发现你真的很混 你知道吧 你知道我们 起这个房子的时候 我带着老妈 我们在外面打个片片 住了半年的时间 外面下着大雨 里面的下小雨 那个是哪个来过温 你现在到后 我房子搞起来了 你说我见到老妈的估计上 还有你的一份 如果你真想让我们借的钱啊 可以 你自己在外面打个片片 你住哪个半年 你要借多少 我借给你 小超 我可是你亲大哥呢 叫我去外面说 才一年呢 你忍心吗 小超 你们两兄弟小声点行吗 然后给别人去听了 好听吧 就是啊 你们是亲弟兄啊 可别想玩漏的 旁人听了 笑话不吗 笑话 他在他老年都不怕别人笑 我怕哪个笑啊 好嘛小超 是你说的啊 叫我在外面打个片片柱的话 我要好点钱 你给我借好点钱 我马上就到 老妈 从这个锅中这个脾气咯 你们吃饭没有 我们煮面条是啥呢 哎呀别跟大伙一般介绍 他就啥种人 就是个无奈 你给他记得那么多吧 哎呀行啊 不说了 我去喂猪脚跟你说啊 等了就好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是他的事情啊 我当时都讲的叫你少说些气话上他身体你不信 那是他的事情 今天你吃就会香了 吃饱了 这事情 他妈这个拿着呢 南地球拿着好吃哈 还不是拿的 这是本地拿着 哎呀 倒好了一点 怎么 饭书庙 给你我平平淡淡淡 哎呀 我说大瓜 你一天天呢 真的是不服正业啊 不是在喝酒呢 就是可以喝酒的路上 我跟你讲啊 你以后喝了酒 都不要再进来了 你不觉得小拿花就晕了吗 这个搞得满屋的酒呗 这个酒对胎儿不好 你这天都不晓得吗 你生活一天喝酒不服正业 我看你也好不容易去 要不是我的房子没洗好 我才不想听这屋呢 再说啦 你们以后一天喝酒就不服正业吗 我修个房子 里里弯弯 装修到家去 哪个房子又不需要钱嘛 我上个月的工资都没发 加上现在又借第一几点工钱 我现在连吃饭的钱都没有了 不陪人家出去喝点酒 我把年钱第一次都没法休息了 向你们借点钱 你们又不肯 又不允许我去给别人借钱 马上过年了 哪个人连家人喝西门风门 大哥 你不要一油火就往家里面的人生上发 你在外面呢 对别人有西门笑脸嘞 回到家里面啊 我对这个买烟就对那个纸在嘞 小炒他是你亲兄弟 他才说你这么多 他不知道你喝这么多酒啊 也是对你好 难道他会呈现害你不成 再说了 现在又不止是你手都紧 我们的房子才洗了几年嘛 现在又回去爆发 几个月就又生了 难道我们现在不需要有钱吗 你总是买烟我们不给钱给你 你有什么时候为我没想过呀 就你这样一点混混成成的样子啊 喝西边我都便宜你了 大哥啊 我们都是晓得到去呗 但是再这么难 你不要添你喝酒啊 你说你喝酒上升 这个是为以后的大饼买下来个祸根啊 你说至于钱的事情嘛 我们能帮呗 你只要能力所及的一小部分 唉 要我说啊 你一起去找外面那些富朋友给我借钱吗 你啊 还不如试一下 这个抖音钱包里面这个放心去 打开抖音 点击我的钱包 点放心去 点击几个耳朵 跟着要求申请啊 最高能有20万的耳朵 等你工资到账那门的还 那就可以了嘛 大哥啊 俗话说得好啊 车到三千 他必有路 这个有困难呢 这一时呢 你现在啊 先把这个房子盖好 我们一家人呢 和和睦睦睦来过一个年 你下轨发了公子吗 不就好了啊 我说小超说得对 你家人 反弹姐姐的 各自各心情不好吗 你家人家就天天吵过没完 尤其是你那大 都是那大人呢 一天人家都不让我们省心一点 人家小超说这些 都是偷信我这话 人家都是对你好的 老妈 你一天就是想着他们说话 我哪里一天的样事情都没做了嘛 不就是喝点酒嘛 你看你们一个个呢 人家不知道呢 因为我把天都捅破了 哎呀 行了行了 我也知道错了 这部小超已经帮我解决了钱的事情了嘛